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们眼前所看到的就是济南市装装了无市场 现在这个时候是人多活少 我有身边有好几个伙业 都是 找不着活 有些人都有七八天没有干活了 然后吃饭呢 只能吃是就说自己身上带钱吃吃看 有些人吧 说能有五六天干不着一天活 就带着装装市场这边 因为现在的时候活太熟了 想找活太难了 不是说找不着 反正就是活太熟了 然后那什么啊 就说过来到现在是 就是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早上四点多钟不到五点钟 就上周来找找活了 四点钟的时候 总是天还没亮的时候 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说就早上早点过来 过来之后我正面干活大部分都是 老板找着干活基本上都是那个恩天工作 就不是说是七点干活到下午五点下班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怎么回事 有很多往过来找着干活都发起的 就是说是找找里面来说多少钱 老板给他12位 然后他上市上找人的话就180180块钱 然后他自己能中二十块钱 如果找上二十个人的话他就能中二百 他不用干活就能中二百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吧 现在的时候 像找活不太好走了 因为十月份过了十月份以后 活又熟了 但是什么时候活最多的时候 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正是活最多的时候 也是价格最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找活也好走 各方面都挺好 现在时候天也冷了 早上出来的时候 环衫都冻了大多数人 整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吧 就看了没有 然后那个早上五点钟的时候 天还没亮 天还没亮的时候啊 大部分年宝都已经在上大部分这边几何几何几何等人去找活了 所以说现在出门走活干太不容易了 好了 看到没 这边就是起来是张包的无市场 喜欢我就关注一下 谢谢大致 谢谢 然后有什么不明的问题 直接告诉我 行 我只要知道的话 我尽量给他回顾一下 看到没 现在这个时候 南高找男人的工资状况就是180元 最高不到200元 女工的工资就是140元左右 不到150元 看到没 张包市场大外这边吧 基本上天天都是这么多人 嗯 市场小走活又上这边来一程 这人也不必 看到没有 兄弟们 在这边坐着的 都是去干日节的 一天一百块钱 从早上 从早上凌晨的三点钟 然后到中午的十一点 八个小时 咱们都在这等吃呢 现在 中间的人还没有到 我们得提前到 要不然的话人家都走了 现在的话 这边凌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看到没有 摆夜市的还没有收摊呢 到现在 他们估计收摊都到五六点左右了 都到五六点了 现在的人依然还是非常多 这边的夜生活的话还是可以